社团法人花林县持修计算协会 109年争取到卫生福利部 时间银行多元赔利事办计划的补助 规划了许多多元服务的内容 包括了小小店长、小小图书管理员 一日农夫体验和社区爷爷奶奶的关怀活动等 透过时间银行的事办运作 强化社区居民间的关怀互助 传达关心和照顾 营造更温馨的城市 什么是时间银行 就是先将服务时数储存起来 以后要用的时候再提理 就是用服务来换取服务的概念 花林县持修计算协会109年 争取到了卫生福利部 时间银行多元赔利事办计划 规划许多多元服务的内容 也让幼儿参与服务 带领学童参与了社区事务 持修计算协会表示 为了保有弱势家庭的尊严 也引导弱势家庭的成员 投入社区事务 希望透过时间银行的运作 每个月将服务时数兑换冷冻 生鲜食材 从被动领取到主动的兑换 无形间也消除不对等的歧视 另外还有社区志工用服务时数 交换讲师来授课 也可以捐赠服务的时数 给需要家庭交换简易的 修缮服务等内容 玉妹姐 我们今天工作就到这里 这是这个月你兑换的食物包 谢谢 谢谢 我们时间银行最主要就是一个交换的概念 现在照顾人 换取以后被照顾 所以我现在把我的服务的时数部分 把它存下来 那我以后等到我老了 我的势力退换 或者是我有需求 换别人来照顾我 带我去处理一些我很做不到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一个时间银行的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然后让我们的一个社区变得 更好互助 成为自助自利的一个状态 持修计算协会 希望透过推广时间银行的理念 从单项助人 到鼓励双项的互助机制 服务别人 就是服务自己的概念 来营造更温馨的幸福城市 记者综合报道 在呆造更多 大 arranged 揩载上 不会 拜拜